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 中国的城镇化 其规模之大 为人类历史所未见 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 而且会影响全世界 在两岸三地 中国如何克服城镇化的难题 进而点燃内需的引擎 台湾和香港 又如何迎向大陆城镇化 所掀起的经济转型成长的大浪头 并以各自不同的优势和条件 掌握商机 让我们听听分别来自 产观学四位专家的见解 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四位主讲人 分别是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 教授刘一如女士 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先生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雷鼎明先生 以及香港中华总会 总商会会长杨昭先生 参与这一段的专题演讲 下面让我分别介绍四位主讲人 首先介绍的是香港财经界所首席 来自台湾的刘一如教授 他曾经担任财政部长 经济会主委 立法委员 台湾中信金控首席顾问 以及日本大和总研 全国首席 全球首席经济顾问等职务 对于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多国籍企业财务管理 产业发展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以及总体经济 有独到的见解 他也常在两岸的媒体发表文章 是我们经济日报非常好的作者 他现在卸下了公职 更有时间来观察 中国大陆最新的城镇化发展趋势 接下来介绍 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林天福先生 贸发局长期以来 是两岸四地间的经贸桥梁 林先生早在1986年就加入贸发局 先后掌管多个部门 倡议多项创新的推广计划 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工商领袖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业界的发展 他在2004年5月出任贸发局总裁以来 领导贸发局通过全球网络既推展香港外贸 又为各方企业创造商机 第三位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明先生 雷先生相当熟悉中国 曾经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大连工学院美方教学团的成员 雷教授头上还有一系列的经济学的桂冠 在1991年他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 他也是第二届全球杰出华人 继中华文化艺术家金龙奖的得主 中国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范克联杰出教学奖等等 在香港他在情报的专栏也很受欢迎 善于用平民的眼光来讲述经济专业的问题 最后介绍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杨昭先生 他是香港蓄日集团跟蓄日企业董事长 杨先生白手起家 在香港有牛仔裤大王之称 他在中国大陆投资服装厂 服装连锁店 房地产业务等 蓄日集团的总资产金额超过100亿港币 在大陆的300多个城市 拥有2800多家 曾维斯休闲服饰连锁店 员工超过2万人 并且在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澳洲 纽西兰 以及中国 香港 拥有地产 业务和服装业务 现在请各位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四位主讲人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